鳳林鎮六個部落的豐年節即將展開 部落勇士們29號上午身穿傳統服飾 到鳳林鎮公所等機關報訊息 而受到鎮長蕭文榮率公所同仁熱烈歡迎 蕭文榮表示8月1號是原住民日 同時也預祝大家原住民日快樂 部落勇士已充滿力與美的歌聲和舞蹈 邀請鳳林鎮長與所有相親一同參加部落鳳林鎮 隨著疫情趨緩 為了讓豐年紀傳統文化能夠代代相傳 部落勇士們秉持著傳統 來到鳳林鎮公所報訊息 接著轉網 鳳林鎮民代表會 鳳林護鎮事務所 鳳林地區農會 先後受到鎮長蕭文榮代表會主席 林堅平的熱烈歡迎 感謝來自部落的熱情邀約 在這裡我們要祝福美國部落在烏雲紀 大家能做得很順利也能做得很高興 今年還特別辦個聯合規劇 為什麼辦聯合規劇呢 因為各部落的市值相辦 其他部落的一些書本都很少得落 所以我要跟大家聯合在一起 我們聯合規劇定在9月10號中期平台天 所以白天呢 我們聯合規劇 晚上呢 你們顧客自己或不清楚 大家收拾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8月14JP隊是我們原住民社 這個是經過國民大會憲法的規定 所以原住民是我們台灣最早住在這塊土地的土地 我希望我們這一代的人 要好好把我們的文化傳承下去 政長蕭文龍指出8月1日是全國原住民日 為了強化部落族人對於自己族群的認同 也將在9月舉辦鳳林鎮的聯合風年祭活動 除了傳統歌舞展演 還展示了傳統捕魚器具 編織成果 也讓部落裡的小朋友趁此機會 認識學習部落文化 讓族人一起慶祝這個屬於自己的日子 記者臨結鳳林鎮採訪報導 好 好 好